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重案组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去探长 一个人回来和大家讲一下奇案 聊聊天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发生在昨天9月6日星期三 大概早上9点多的时间 大埔 泰和邨 亨和流有街坊发现了一个男子 倒饿在他们的平台上 怀疑他从高处堕下 可能警方一开始 甚至乎街坊只不过觉得一宗空中飞人的案件 殊不知当警方去到相关的楼层作出一些调查的时候 发现到一个涉案单位睡房的床上就有一个女性的尸体 当日来说 报道就说两个都并非说是住在这个单位 两个是有亲戚关系 但是详细就未见到有公布 后来根据警方的调查之后 案情就终于曝光了 因为通常这些 一个非自然死亡的人士 离开了这个世上 而与此同时又有另一个选择制裁的话 很大可能都是一种畏罪 所以才要走上这种绝路 似乎这一宗案件也离不开这个轨迹 为什么呢 话说这个亨和流的单位是一个已经出售的公屋单位 也是属于租资计划的一种屋寸单位 实用面积大概348平方呎 这一宗案两个离开了的男女其实都是牵涉在这个单位的业权问题 他们两个的关系 一个就是舅父 而另一个就是外甥女 他们两者的关系可以这样去称呼 男的舅父就是61岁 姓罗 就怀疑他不满这个48岁的外甥女罗宝仪 竟然就一个人去继承了他已经离世的妈妈这个自己买了的公屋单位 那说回先吧 这个61岁姓罗做了空中飞人的男死者 他的妈妈盘股初开的时候就用105万就在自由市场 用保地价的形式买入了这个单位 没有做什么按揭 那持货十几年 现在来计了已经升值大约去到300万 那话说这个男死者的妈妈在2021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上 那本来就说过遗族就写到明是这个61岁的舅父 还有48岁的外甥女是共同继承的 那即是这个单位就一人一半 假设你真的叫做卖到300万的话 扣除所有成本的就两份分 那就是没人可以收回百多万的意思 如果不是的话要是就租给人 那租金就两份分 再不是可以两个一起住也可以 那殊不知 谁知道最终那个遗族就改了 就是给她的外甥女一个人立了 即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61岁的舅父她的妈妈 竟然那间屋你不给了我一个儿子呢 就是我自己啊 你亲生儿子哦 你不是应该给了我的吗 那为什么会给了这个外甥女的呢 孙女而已哦 你给了他吗 我是你的儿子来的哦 那住市井就成为了他们今次的争吵 而导致到呢 搞出人命的导火线了 那通常这些的长辈啊 离开了世上呢 搞定了他的身后事之后呢 大家都会看看了 他做了些什么的叫做静低呢 那怎么分呢 我们看看时间了哦 2021年 我就算当你年底 我想都搞了一年多了哦 就是这些遗产的东西了 那似乎呢他们的争执啦 或者对于这个的物业啊 究竟那个继承的问题 怎么去分的问题呢 可能已经叫他吵了一段时间都不行啊 那有消息所致啦 说这个寇父啊 即是男死者呢 原来他就在大约呢 5号的晚上10点多钟呢 就去到上述的这个泰和村的单位 就和他的外甥女呢就发生了一些争执啦 那也都有鄰居就说呢 在凌晨时份呢就听到那个单位有些尖叫声啦 那根据回报道所指啊 哇这个外甥女呢都挺惨的 那双手呢就被这个叫胶子呢就绑起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空箱胶子呢 就是比较粗身那些嘰嘰嘰嘰嘰这样卷啦 那而且呢 头部呢和颈部呢 都是有呢被利器所伤的痕跡 甚至乎呢地下有一大碳呢 这些血迹在那里的 那那个现场呢呢 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的蛛丝马迹 说有一盘呢 烧过的碳 还有呢就有一把剪刀 那当然啦 和这一宗案件呢 是绝对地呢有那个关系的啦 那而这个外甥女呢 真正离开世上的原因呢 也都有待法医去检验 就是看最致命的那一下呢 究竟是由刀去到产生 还是它奄奄一息的时候 因为在个单位里面暴炭 而令到它离开这个世上呢 这个呢真的要有待法医呢 才知道到究竟发生什么事 而我们昨天有一节的报导都说了 看到涉事的单位呢 有一只枪呢就打开了这样的 而窗门那里呢 也有一些达达的红色在那里 那我懷疑呢是两个的血掌印啦 政府发验所的人员呢 和法医呢也都去到现场啦 哇 看到拿了相当多的物品呢 就带走了啦 例如棉皮啊 或者呢应该在个单位里面的日用品啊等等啦 那去到6号的旁晚时间呢 才相计呢 运走两个死者的遗体啊 那似乎呢 真是一种的增产啊 似乎呢 这个舅父啊 他都走得相当之极端啊 就是他的思想和行径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啦 应该呢 就是外生女呢 是在这个单位呢 住紧的啊 那因为呢 我们刚才也说到啦 咦 这个遗族去到后期呢 就变了原来是这个的爱生女呢 一个人嘛 那理论上呢 如果真是叫做 21年的时候 或者去到22年的年头的时候 搞定了 男死者的母亲 的身后事之后呢 原则上啊 这个的爱生女呢 是可以自己个人呢 在这个单位里面爽歪歪的啊 他卖不卖了这个单位呢 一件事 可能他需要一个单位 给自己住 也得 那我们站在这个舅父的角度 换位思考一下 他一定呢 就是相当之气愤的 明明呢 就知道呢 就和这个爱生女呢 是一人一半的 又或者呢 自己见到那个母亲 年事已高 可能就随时都会百年龟老等等 我们不难保 有些人呢 真的可能叫做等着一笔钱 或者呢 觉得自己 可以 照顾了个母亲 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照顾 照顾了多少 我们不知 但是总是觉得呢 就是自己 喂 起码都叫做 有给个家用啊 有照顾过个母亲 如果不是个母亲呢 怎么来得会去 有钱呢 就是这个叫做 一百万 就是想当年呢 就买了这一层 公屋单位呢 那妈呢 自己有存钱都可以的 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自己做工也可以 或者呢 子女给他也可以 就是 总之呢 那儿子 就是今次的男死者呢 他会觉得自己真的叫有份的 他觉得自己 就算拿回这150万的话呢 都觉得是很应该天惊地义的 如果呢 到最后 是一场空的话呢 正常人一定会这样想的 会觉得呢 这个爱生女呢 是不是向个老人家 说她坏话呢 或者是不是她做了什么的 手脚在背后做了什么 所以这一层楼就变成是她毒吞呢 那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 那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们不知道 那假如呢 这个的舅舅 他一口咬定 那个爱生女是有这样做的话 很自然呢 他会想尽办法 要去证明 他有做过这些什么 就算他证明不了的话呢 他走到最后关头啊 或者真是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那就唯有好像 现在这样 走了上去 找他讲数 怎样叫逼他 卖楼也好 怎样都好 他怎样都要分回那一半 他觉得那一半是他应得的 他觉得好像被人骗了那样 所以我们见到梅启明 常常都说什么 谁谁呢 就夹着梅妈 说他坏话 看他下药 当然不是一粒粒吃的那些药 或者喝药水的那些药 就是给很多不同的东西洗他脑 让梅妈就生了梅启明 或者不信他 不给钱他 还是怎样的 当成他是坏人 那这个的舅舅 他有没有做过那些不好的事呢 我们不知道 有什么促使到这个过世的婆婆 为什么会走去改回那个遗图 而一元都不留给这个儿子呢 说不定这个 这个舅舅真的做那些坏事都不顶 令到婆婆很失望 都可以 就算怎样好 谁是谁非 都是这个婆婆 他自己有这个决定的 是不是 我们都是要跟回这个法律的 我们由此可见 似乎这个的舅舅 他用了一个真是超级极端的行径 你又将他的外生女 又绑着他的手 然后又用剪刀又洗他 又怎样的 好老实说 你就算搞定了他的话 层楼都不会给你 除非这个外生女 他是立了遗图 有什么事呢 这家屋就是给舅舅的 但是如果你搞到这么大件事的话 香港警方不会那么容易让你走得掉的 你是很难走得掉的 因此我们看到他真的用一个揽炒的形式 来终结这件事 如果他将个外生女 用一种那么凶残的手段 送他上西天的话 这个单位已经变了一个凶宅 再加上他自己也都因为这样 而做了空中飞人的话 已经是凶宅 还要起个妈妈 还没够 刚才大家听到吗 还在里面弄煲炭 那似乎真的有人叫做畏罪 可能尝试 就是弄煲炭 看能不能将自己送去另一个世界 似乎是不是不行 不行的话 他选择叫做空中飞人 他自己也可能面对不到这件事 就算他是说自己 给61岁的人 逐一说一句 死就一世 不死就大半世 是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百多万都算是相当多的 你叫他一个61岁的叔叔 再去找多一百万回来 一定有这么多时间 要给很多努力 才赚得到回来 最好当然是拿回自己应该要的那一份 他似乎相当不愤气 觉得本来有的东西都变了一场空 可能他真的召唬 他都说和律师说 我妈呢 他临走前做了一份遗嘱 就快点搞定单位他了 老人家都不在这里住了 不如买了他 可以了一件心事 谁知道去到一揭晓 不是 先生不好意思 没有你的份 哇 那一刻晴天霹雳 真是人都疯了 你就有千百个念头 就会想回 由当你知道 你是和外生女一人一半的时候 到这个妈妈走的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你就有千百万个可能性 甚至乎千百万个怀疑 究竟这个外生女究竟做了些什么 你越想就会越瘋 就算她说不是 你都当了她是 你为了这百多万 可能已经失去了理智 否则的话 你无理由无端端 半夜 晚上又要走上去跟她说数 那我们也想到一个点 就是 外生女仍然会给你入屋的话 可能 某程度上 两者的关系 未去到禁僵 如果你说 这个舅舅 之前已经大吵大闹 瘋了 你是不会让她够胆 入屋的 如果还能入屋的话 似乎 他们两者的关系 未去到一个 你再来我就报警 或者你不要让我见到你 你就算拍换的话 我都不让你进来 我再吵 我就叫Secure 叫Secure 然后再报警 再拘捕你 不要弄我 不要骚扰我 不要说那么多 我要睡觉 拜拜 也未去到这个关系 还会让她入屋 看见到其实都挺可惜的 你虽然没有了这百多万 但是现在搞到这样 你自己连条命都没有了 因为可能想象到 自己是日后要去监狱到蹲 那就是 那间屋一定拿不到手 没有的 不用想 所以那个极端是走得更加远 你本来想着自己可以拿到百多万 有得洗一下也好 慢慢撕也好 谁知道呢 殊不知拿不到这笔钱去享福之外 去享受下之余 还要回到 要去坐牢 老谋 你这样的话 就算你不是老谋 你说你不杀也好 你也有排坐 如果老谋就更麻烦 你坐到在里面 真是百年龟老 你想想 本来自己都可能有个斗口住 还可能有工作做也好 也好 不至于要去蹲监 要做监犯 要吃监犯饭 在里面又没有冷气 又没有什么风扇 吹不到你 你想到这么极端的时候 人自然的行径就会更加极端 所以看到也是 一时的火遮眼 甚至乎是控制不到 你落得手一下就有第二下 接着第三下 接着就没命了 没命到最后的时候 你清醒你才去畏罪的话 你连自己都没有了 那又何必呢 所以有时那些财产的分配 真的一早说清楚 就算你改了给外甥女 我想真的 那个婆婆 她可能 都猜到 如果真的被这个儿子知道了 可能她会大炒大闹 你只不过 把这个大炒大闹 或者那个问题 在你死后 离开了这个世界 才发生 将这件事拖延 可能那个婆婆 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 会在这里看到你的儿子 你这么快来了 为什么 原来因为搞了一件 这么大的事出来 我想那婆婆 都没有想过会这样 只不过 不想大家吵 或者不想那么多争执 到时儿子就来骚扰她 说要 你改回 一人一半 你不改 怎么办 只可能她怕了 怕了这些 这些雜音 她可能不想听到 但是到最后 可能本来想着 孙女对她好 为什么 谁知道 你打算对她好 到最后 命都没有 你这间屋本来 打算留给你的后人 你的后人 都可能无福消受 就算现在 有哪个继承也好 都变成一个凶宅 真是被大折旧 什么意思 都很难放得出 好了 今次说到这里 如果真是各位安排财产的东西 自己真是好好想想 多谢大家 拜拜